A2财经社牛耕边两叶慌张又来提管雷军了 9月19日 魅族16X将与小米8青春版同一天发布 不乏唱对台戏之一 此前7月 魅族的新奇迹魅族16定价值比小米低一元 这本事为直接开套 魅族要在高端级和性价比畸形上同时产回科技粉丝 多年前 魅族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科技领袖 他发布第一款智能机时 安卓都还没发布 雷军逢人便推销魅族M8 罗永浩还在为牛博网奔走 如今 雷军的企业市值500亿美元 罗永浩有一整个体育馆和粉丝 而黄章是成了那个昏庸勿国 垂帘听证的昏君 今年上半年 魅族几番风云变化 显示了黄章的决心 经济唯一的杨浙被调任协制 老将把永翔出走 李楠重回CMO 与此同时 魅兰还在冲击高端畸形 降渡魅族的市场 这让人担忧 黄章的回归会开启一个新时代吗 也或只像2014年一样 是一个更大灾难的开端 交卷最早 成绩最差 2015年高考那天 黄章发出一条微博 我交卷最早 然而 魅族交卷早 却已经掉队 2018年上半年 魅族只出货621万部 比小米少了1800万部 分量时代也已经结束 2018年Q1 中国手机的出货量 同比下降26.1% 这意味着魅族的增长 要花费成倍的努力 回想2008年 魅族发布第一款手机M8 它曾是中国智能机的领袍者 安卓刚发布第一款开发包 雷章刚离开金山 罗永浩还在为重启牛博往奔走 刘作虎折费欧偷握栏光播放弃 若在一个中国 竟无一人是黄章敌手 这款护四iPhone的手机 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没有安卓 黄章就用Windows CE 做出了iOS效果 手机万事后 中国消费者排队如潮 法国电信一口气定了5万部 就连沙特王子也成了魅族粉丝 说它是中国智能手机的标杆 不过分吧 魅族联合创始人白永祥说 魅族的经验四作 离不开黄章的个人修养 早在做魅族前 他就是爱情MP3的总经理 2003年 大股东要他出去卖脸打广告 黄章怒了 做产品要靠技术 谁代言都没用 况且我这么丑 他愤然离去 创办内族 很快就做到10亿元销售额 成了中国第一 2006年 黄章狱感到MP3将要衰落 带领几十个人 投奔智能手机领域 他每天跑在论坛上4个钟头 天天跟粉丝聊天 甚至把贯论坛写进了KPI 内族的一位营销总监 就是从论坛版主题包而来 这位魅族积累了第一批粉丝 相比小米 魅族才是粉丝经济的鼻祖 出了先知先觉 黄章的精雕细琢 也给魅族赚下了口碑 他喜好做木匠 没事拿豹子做工艺品 做MX3的时候 他亲自用豹子刨出是几个模型 选出最 好到交给工程师开模 后来拿到真机 他发现比模子厚了0.07毫米 为此改了18套模具 好资上百万元重作 房间一度留下他有 螺旋侧威首的美名 就这样 魅族做出的手机 让雷军又挨不释手 推荐给别人试用 雷军和黄章如逢之己 相信自己开启了手机新时代 但最终一个人冉冉升起 做出了估值500亿美元的公司 另一个却升级转衰 只能在口水战里缅怀着短往事 黄章变成拖累2009年 黄章的冰箱里塞满雷军最爱喝的冰壳了 到很快两人就出现分歧 雷军向刘备 煞分钱 信奉团队作战 他要求黄章拿股权激励林丁 却被黄章拒绝 黄章向绿布 能力突出但不善用人 他甚至打如意算盘 想让交付级的雷军给他当CEO 但不给股权 后来两人分刀扬镳 做小米的时候 雷军问林丁 你要多少工资 林丁说 不要工资 只要股权 他就这样成了雷军的左膀右臂 仿着黄章 雷军也做起优爱和粉丝运营 当黄章成了高高在上的太后慈禧 雷军却把自己做件表情包 做上了奇葩说 他生动诠释了 一跃风云变化龙 可雷军决裂时 黄章用了很难听的话 让雷军十分伤心 小米发布第一款手机三星后 黄章在美族论盘上说 我并不怕他 只是恶心他 我完全被骗进了圈套 但小米确实改变了魅族的轨迹 魅族并不认为小米能成绩后 但小米发布一年后 以719万台出货量反超魅族 到了2014年 小米出货6112万台 魅族只有440万台 我们意识到 这个行业不会容忍小而美的产品 白永祥这样说道 当同行快速发展示 黄章却成为拖累 他开始跟论坛粉丝吵架 你们不懂 我爱用就滚 有人提醒他 你是公众人物 黄章则彻底爆发 公你妈 又不是我要做公众人物 被憋出来我就满肚子气 我老妈都找不到我回家 要我装 我装不下去了 2010年 黄章退出公司管理 把公司交给副总裁白永祥 黄章离开了 但他被影响并未消失 在公众局信息里 美族九位高管中自卫性狂 总经理黄百涛是黄章表弟 董事黄志潘是亲弟弟 品完报道中 一位美族员工则透露 美族在2016年原本能做到三 四间万台销量 但黄家人从过来洗手中接管的供应链 出了乱子 供应链是手机命脉 此前黄家人最多任职行政 采购部门 但黄家人渗透魅族 员工股权激励却没有推进 众高管都拿着公司给黄章打工 直到2014年 在里南的推动下 黄章才拿出20%的股权给员工持股 在中国手机发展最快的七年里 黄章抛下了魅族 过起闲云引赫的生活 此时的魅族正限于里南 杨志等人的换帅风波 政策左右摇摆 渐渐掉队 魅族大跃进黄章离开后的2011年 正是中国智能手机起飞的时代 智能基础货量增长150% 随后下降到129% 百分之八是把雷军的把布会上 余永福 李学龄 附上筛掉iPhone高喊我们要小米 罗永浩则与雷军不欢而散 决定自己做手机 抢增量 是那几年的主色调 各家纷纷以夺机型战略覆盖更多用户 为发烧而生的小米 在2012年做起红米 华为则推出华为 荣耀商品牌 分工线商和线下 O.O.U.X Find It Alike N 等多个系列满地开花 此时 内部还保持着每年一场发布会 一款起见机的节奏 当白永翔走上台 他的白衬衫 白皮鞋和云南普通话 日雷军的黑T恤 运动鞋 和Are you okay 形成鲜明对比 2013年 李南在魅族内部创立魅蓝 魅族加速 那一年 魅族出货量仅220万台 而小米有1870万台 李南开始频繁约见投资源 他们一度被黄章视为吸血鬼 第二年 魅族拿到阿里巴巴5.9亿美元融资 黄章同意出让20%股权 开启员工事故计划 在这一年里 魅蓝卖了550万部 相当于魅族前两年的销量 李南还宣布Connect to Nero 开放Flime的API接口 学小米和乐式做起生态 她为魅蓝打造的 青年良品形象 也成为日后对抗梁智中老年定乱的一杆大棋 但魅族不再有后路 有了阿里的投资 他必须上市 对于魅族2200万台的出货量目标 白永祥闪烁其词 趁阿里很满意 2014年 黄章短暂回归 为魅族上市做准备 白永祥被调立CEO 先是高级副总裁 后是总裁 黄章对此表示 既然我重新出山 肯定是我主导 另有媒体报道 白永祥一度想要离职 黄章付出后 魅族开启七海时代 最多一年发布14款手机 这对销量确实有效 2015年魅族宣布销量超过2000万台 其中魅蓝总量超过1000万台 但魅族的产品定位彻底混乱 产品太雷同 营销根本没法做 有员工说 在这样的大跃进中 魅蓝成为牺牲品 大量低端机型以魅蓝品牌发布 2016年6月 魅族与高通产生专利纠纷 自此只能用联发科 三星的芯片 内部甚至有人庆幸 赶紧把魅族告了吧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为它挖机洗的 高管三国沙里南庆幸的是 2016年 魅蓝终于独立出去了 她得以在即将到来的高管三国沙 里找到一块清静之等 这一年 魅族 魅蓝和弗莱恩分拆 魅蓝第一次有了独立决策权 魅蓝在里南之下飞速发展 2017年 魅蓝拿到了高通芯片 上员把定位高端机型 给魅族羡慕红了眼 魅蓝甚至表示 魅蓝将上探2500元价位 人们开始问 当魅独打魅蓝 自家兄弟开始厮杀 黄章要怎么办 黄章青来了 他曾出任 TCL全球COO和华为中的CMO 以善于把握老干部的心理著称 据传 华为被受嘲笑的权势人声就出自他手 虞成多则说已经将一位前同事拉黑被认为就是羊 羊智掌权后主导了魅族最大的华切卢 他给黄章的梦想机Pro7设计出双铜如小窗加进管理力的口号并定下近3000元高价 最终Pro7一次销量上不过百万 售价要得千元级水平 李南青年还在恳求媒体帮帮忙 就快卖完最后一批了 杨浙设计的维京唯一slogan 则取代了蓝色科技贩logo 挂在了魅族驻海总部 这彻底惹露了魅族的科技粉丝 很久以来 没有高通芯片可用的魅族 就靠着这群死忠粉就记 在2018年4月 魅族的矛盾彻底爆发 科技总监张家衬 杨浙搞垮了魅族 以评测起家的魅族内部团体 比歌科技被边缘化 让位于杨浙的中老年营销 此外他还存在 以项目审批中饱私盲的问题 这很快演变成全民讨论 魅族任何衰落 成了热搜 最终 这场内战 以张家被开除落幕 魅族多年的老将白永祥 子埃Pro7的势力 被郭出走 有人在魅族论他问 白总去哪里了 黄真辉 答说 你想他 人家去买他的Pro7就好了 2018年6月 黄张坦白称 这么多年我没关公司 就是个错误 我回归也是对前几年 公司策略和人事的否定 言外之意是 随着黄张回归 白永祥已经离开 回归的黄张称 魅族石油才是自己的梦想计 他什么配置都有 就是没火 这款手机定价比小米8低音源 黄张还亲自喊话 性价比比小米8更高 这显然是美族对科技法稍有定位的回归 一时值得一满地扬着 责备调任CSO的贤职 李拿从CSO调任CMO 重新掌权 众人欢呼 保证英明 也有人疑惑 这是否像Pro7失败 后联合创始人白永祥和副总裁 储存您的离职一样 只是黄张被又一次甩锅 毕竟 黄张有没有反思 才是美族能否重回正位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